哈喽大家好,我是诺诺 随着德贝的结束 2022赛季的所有比赛也宣告结束了 按照往年的惯例 新赛季的LPL春季赛将会在1月中旬开始 今年虽然有韩元离开 但也有韩元加入 一些大家很久都没见过的面孔也会出现 先不说打的怎么样 至少这个比赛的看点绝对十足 今天我们就来总结一下转会期 展望一下新赛季 首先是参加了世界赛的四强 作为今年世界赛成绩最好的京东 在转会期进行了非常有针对性的步枪 下路用Ruler换了Hop 中单用Night换了牙膏 队伍核心Kanavi 以及教练Homie再次续约 京东今年的德贝完全是二队来打的 八强是被TT给3.0带走了 所以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 再下路引入了冠军选手Ruler 对于新赛季的京东下落 肯定是一个比较大的增强的 其实Hop对于京东来说 是一笔还算不错的影员 他也是在去年德贝打完之后 才被京东买过来的 价格并不是很高 就一整年的表现挺有性价比的 只是这个世界赛打的让京东有些伤心 Ruler已经打了六年的职业了 本身经验不用说 而且他并不是因为自己表现不好 LCK的队伍不想要了才来的 相反在LCK业内 大家都把他当成最顶级的AD Ruler目前已经是到达了京东的基地了 就现在看来 他适应的应该是相当的不错的 在中单上 牙膏换了Night 369和自己的好兄弟 换了一个地方再次团聚了 但Night今些年的表现 是越来越有原来小虎的那种走势了 你要说他不强吧 人家Night是目前L票单杀记录保持者 今年夏季赛也拿到了中单上最多的MVP次数 同时依然贡献了13次单杀 还是中单选手中最多的 但你要说他强吧 两次世界赛打的也没给人留下什么印象 不过有一点是比较有意思 就是HOMI在去年表示过 从竞技状态和成长可能性来看 他最喜欢的是Chowy选手和Guma Yussi 而Kanavi在S10打完之后也说过 如果未来选一个选手和他在一支队伍的话 Kanavi也会选Chowy 不知道这是不是京东选择Night的另外一个原因 无论如何 新赛季后面对他的使用是可以好好关注一下的 因为京东之前讲究的是一个整体 后面自己也说过 一个队伍中难免会有人去牺牲 所以上个赛季 京东的队内分工是比较明确的 上中两条线都是围绕Kanavi来进行活动 对于自己的下落 京东并没有花太多的精力 但是Ruler和Night加入之后 这种分工的明确可能会被打破 Night和Ruler都拥有不俗的个人能力 这些选手聚在一起 会对队伍的知性力要求更高 如果Humming能够将他们打造成一个整体的话 这支京东新赛季非常值得期待 EDG之边 他们是今年四支参赛队伍中损失最大的一个 他们的冠军双C Scott和Viper全部离座位了 上单位上年纪比较大的盛枪哥 也换成了更加年轻的阿乐 这个转会期最大的一个谜题 绝对要数Scott的离开了 而且这个事情的走向有些让人猝不及防 甚至现在闹得有些下不来台了 其实在去年夺冠之后 就有消息传出Scott想要回国 他的想法和Viper乃至更早的Deft都是一样的 就是在自己的巅峰时期 最好找队伍的时候 能回LCK拿一份好合同 加一个好队伍 在生活工作上的更加便利一点 但这里面也有一个问题 因为按照EDG老板艾德朱的说法 在他的合同中有如果他想家 就可以和战队商量几约 让他回韩国这种条款 那么Scott为什么不直接和EDG说想走 然后找KT正规签约呢 而变成了EDG口中的 他有合同再生的情况下 违规接触LCK的队伍呢 所以这里面的情况很有可能就是 Scott确实想走 但是EDG刚刚夺冠 保留主力冠军阵容才是关键 他们不想Scott离队 而Scott觉得自己可以回韩国 从而联系了KT 所以这个所谓的 想家可以和战队商量节约的条款 其实最终决定权 还是在战队手中的 在之后一立即想的就是 我多给钱了 应该能留住Scott的心了吧 然后又续签了合同 但实际上Scott可能想的是 顾及到刚刚夺冠战队的情况 那我就再打一年吧 一年之后我再回去 所以今年他又想走的时候 和一立即之间的想法又不一样了 一立即觉得合同上面白纸黑字写着 Scott自己搞不懂这里面出了什么问题 所以在这个转会期 才签约了LOD竞技公司 专门来负责自己的合同事务 事情到这个份上 一立即和Scott可能都有些不太开心 所以我觉得 LPL真的也要像LCK那样 赶紧将合同经济专业化 很多选手他们都不懂 他们对于合同方面想的比较简单 容易和俱乐部之间产生这种纠纷 而同时失去了自己的冠军双C 随着阿勒的加盟 一立即有没有可能改变以前靠双C的那种打法 更多的去围绕阿勒展开呢 这也是新赛季一立即比较值得关注的地方 无论如何 这个阵容的一立即算是进入夺冠之后的一个调整期了 明年的比赛 粉丝可能要降低一点期待才行 RNG是这个转会期的另外一个大头 虽然一度是看着了所有人都要离队了 但最后走的只是中单功勋小虎 其他位置上的选手 RNG都是成功的留了下来 RNG可能是这个转会期最奇怪的一个队伍了 因为如果你只看新闻的话 RNG老板这边股权经常在被冻结 风哥也在直播炮轰 RNG也对选手不怎么好 麻辣香锅还在和老东家打官司 官员RNG被联盟禁止转会的消息也甚嚣尘上 怎么看都感觉RNG像是要天塌了 结果到头来 RNG是接连把转会市场上很抢手的 V 嘎啦 明等选手 通通都给虚约了 保持了今年的整体框架 今年的德杯 RNG是让二队的汤圆上来打的 汤圆这个选手我现在看还很难说 他年纪比较小 只打过一年的比赛 英雄选用以后期输出大核为主 虽然一度上过韩服第一 但是在今年的那次和德杯上 都没有表现的很抢眼 在之前的七年时间中 RNG可以说就只有一个正牌中单 那就是小虎 其他选手来RNG打中路 效果都没有特别好 所以没了小虎 RNG新赛季到底是就此腾飞 还是就此坠落呢 我们可以好好关注一下 今年世界赛成绩最差的一个 是赛前被大家寄予厚望的涛博 分了一个最好的小组 结果16强就惨造淘汰 涛博今年最C的 依然还是尽力过好 在这种情况下 他是买来了更加成熟 也和GClub搭档时间更久的Rookie 涛博也只有这一个人员的变化 涛博今年去挖Rookie 其实是一步挺显得起的 因为结合GClub自己的爆料来看 他是涛博队内最后一个签字的 也就是说之前的操作 涛博没有定下GClub的未来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就把Net给送了出去 万一买不到合适的选手 很有可能会鸡飞蛋打 只能说 还好过号买的是Rookie 毕竟IG只有双C的情意摆在这里 Rookie和Net相比 在过往的职业生涯中间 Rookie显然是更值得相信的那一个 在关键时刻不手软 能站出来Carry队伍 性格优秀 能和队伍有些好的交流 他会是TOP对内 一个比较好的催化剂 TOP唯一让粉丝 可能有些不满的 就是上路这个位置 没有去进行调整 大家期待的IG3C并未重现 但是你也要考虑这一点 V World在世界赛上表现确实差 但这也是他在TOP的第一年 刚刚打出一些名堂 你就让TOP给卖了不太现实 而且卖了他们 暂不说卖不卖得出去的事情 那你肯定是看上了更好的 这一下又得多花一笔钱 但你TOP啥成绩 S10你说遗憾 新赛季咱多花点钱 还说的过去 但你今年买了这么多人 结果交出了一个16强的成绩单 郭浩在今年这种环境下 能继续拿到钱 买来Rookie 还续约了JC和小天 真的是引尽尽力了 所以TOP还是想一想 明年怎么用好Rookie吧 另外在教练组上 TOP没有变化 依然还会是白色月牙带队 看一下WBG的情况 今年WBG是继续加大了的投入 上单子下完成了续约 打野上KASA加盟 中单把Angel换成了小虎 夏鲁士把Night和刘青松都买了过来 这个阵容 只能说WBG确实是花了很多钱 打野上Sofen是离队了 他和对面一样 没有去其他的队伍 而是选择了休息 Sofen这个人大家不用担心 他如果想要打 在越南或者在海外 应该都是有队伍愿意去试一下的 而且Sofen天赋异比 之前在永结无剑中 就打进过榜50 转会期还被人抓到在看永结无剑的比赛 他能搞的事情可太多了 WBG之前的中野是被诟病比较多的 而KASA在来到WBG之后 他和小虎将会成为新的中野搭档 两人之前在NG合作过两年 配合起来应该不会太陌生 作为曾经的国产中单骄傲 小虎也蛮让人唏嘘的 MSA冠军拿了三个 但世界赛就是突破不了 不过换个环境对他来说 未尝不是一个好事 之前他转型上单 其实就挺成功的 这一次换队伍 说不定会是一个好机会 WBG这个阵容我个人挺喜欢的 之前则下在上路缺乏一些支援 而KASA刘青松又是很会游走的选手 刘青松无论从经验 还是指挥能力 还是联动支援的节奏 都比二好一点 并且Nite可以不吃照顾 整个阵容可以做出一些侧重 装业上KASA和小虎非常熟悉 也能无缝衔决 对于新赛季的WBG 我比较看好他们 UP这个转回期迎来了重磅选手 打野铃以及辅助宝兰的冠军组合 重回赛场 中落是FUNPLUS的清讯小将琴 顶替出走的宽影 上台Zone是再次离队 变成了Herry和郑爽两个选手 宝兰将要搭档的是Doggle 不用多说 UP这个阵容里面 两位冠军选手才是最吸引眼球的 您的最后一场比赛 停留在了S11选赛和老干爹的对决上 在输给了小花生之后 您就暂别了赛场 到现在已经过去整整两年多的时间了 宝兰的上一次比赛 则是2021年LPL夏季赛和LNG的对决 在那场比赛中 他的洛几斤超轨 IG是惨败给了对手 这场比赛也是断送了他在IG的生涯 之后再也没有出过场 随着他们两人的回归 S8纳支IG的首发五人 都已经回到了赛场上 不过您和宝兰现在的状态如何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算实行的效果比较好 也不一定说在赛场上就能拿出好的表现 尤其还是休息了这么长的时间 而您和宝兰两个是冠军选手 大家对他们的期待肯定是比较高的 之前Nagre就缺席了一个春季赛 结果夏季赛回来的时候压力就非常大 加上您和宝兰搭档的选手还比较的年轻 这个阵容里面 他们两个人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所以和其他顶级队伍相比 UP的竞争力相对会稍弱一点 明年除了您宝兰等选手的回归 老干爹这边打野国豪 也将回到赛场上 他的上一场比赛 是停留在了2021年春季赛上 在输给了方PLUS之后 国豪就没有上场了 作为曾经的天才打野 他在刚来到必要级的时候 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不过今年加入老干爹 他可能发挥的空间依然不是很大 老干爹整个队伍有些没有兴气了 全部都是一些新人选手 在这种竞争环境之下 进季后赛都非常的困难 套博 WBG UP以及老干爹这四支队伍 在今年的得杯上都是弃拳 没有打 所以今年得杯从各方面来说 办的都不是很好 大量的队伍弃拳 加上大量的替补选手上来打比赛 观赏度也不是特别高 很多LP的队伍都觉得打这个比赛 只会徒增队伍的疲劳度 今年得杯上表现最好的队伍 要数今年的冠军表记 以及TT战队的 这两个队伍都是派出了自己的主力出战 所以在得杯上的竞争力比较强 幻风和暗分开之后 反而是各自都找到了感觉 BLG今年终于夺冠了 有一个很悲伤的故事就是 在BLG进入LP之后 他们各种大手笔层出不穷 而这个得杯 还是他们进入LP5年来 第一个冠军头衔 并且他们本来是已经被TT给淘汰了 只是因为涛博弃拳 才递步进入的八强 拿这个冠军 他们还得感谢一下涛博哥 BLG在今年是缓了缓 在影院上相对保守了一些 中单上牙膏加盟 打野从埃及买来了寻掌门 下路双眼组是换成了 艾克和暗的组合 BLG这个阵容的上限是挺高的 牙膏之前在京东 打法就已经很成熟了 也能给寻和边打一个强势的配合 下路暗在来到BLG之后 这个得杯上的表现依然非常亮眼 有过很多帅的操作 而且之前他们输给TT 就是下路暗没有上场 只要他们下路保持水准 少阵亡一点 新赛季的BLG看着就有点 今年京东的那个意思 他们明年应该是可以取得一个 不错成绩的队伍的 LNG在今年非常可惜 倒在了最后一步 这也引发了他们的大调整 而其中最受关注的 自然是Scott和Tarzan 这一对中野组合 在终端这个位置上 今年多因币是决定要休息一段时间了 他在最后时刻没有去其他队伍 倒是有些意外 因为不管你说他混也好 还是怎么也好 多因币的成绩是有保障的 他在RW 在Fanplus 在LNG 都是他来了之后 队伍的成绩立马就有了起色 但LNG这边可能是要他带新人 而多因币自己也说 在自己职业善良的最后时刻 有些不自信 种种考虑之下 他是选择了休息 但是多因币现在是自由人的身份 他可以是随时和其他队伍签约的 所以明年还说不定 等他休息好了 任何时刻都有可能重返赛场 除此之外 其他的队伍没有特别大牌的影员动作 尤其是两支世界冠军战队 让人看得有些恍惚 IG这边 作为LPR的首个S赛冠军 把今年自己培养的几个新人 全部都给卖了 用这些钱 是引入了一对韩国众业组合 对于IG来说 曾经的顶峰实在是太过耀眼了 他们现在可能不管怎么做 也都没法再回到以前了 FUNPLUS也是如此 在这个转会期 主要完成了林伟祥的虚约工作 打野上买来了一个hiker 其实在夏季赛 KLID和Sumity的组合表现非常强劲 但是FUNPLUS匆匆忙忙的买过来 两人合体 只打了12场比赛 这个转会期又双双离队了 FUNPLUS和EDG一样 也是要进入一段时间的调整了 在过去的几个赛季 他们的影员虽然都很大牌 但是效果不是很理想 新赛季的目标还是要先着眼于季后赛才行 这个转会期还有一支队伍很有意思 那就是WE 他们堪称是转会期的简陋王 打野位上横是顶替了悲伤的位置 而下落双人组为HOPE和IWOND WE这个转会期 基本上是一个躺平的态度 毕竟那些优秀的选手 他们想要竞争也竞争不过 那就只能那别的俱乐部都挑完了 然后自己再选 但也意外的得到了几个还算不错的选手 这个阵容里面值得一说的是他们的打野横 横出自PTT的战队 YM本名叫杨翠横 是今年LDL夏季赛常规赛的一阵打野 作为YM的第五代正统单子打野 YM已经是把自己的打野搞成产业链了 其实他在2020年的得倍上就亮相过 在YM和Eastar的比赛中 一手南枪是暴打了当时的hacker 而进入LDL的第一个赛季 也就是2021年春季赛上 他就已经夺冠了 当时夺冠的那只YM中间 有上单擎天 中单小草包 下路行 都是进入了L票的 不是没有队伍报价过痕 是因为没有弹笼 他就一直留在了队内 就是今年得倍 他们有些开局不利 WE是输给了I界 整个队伍还没有磨合的很好 WE和去年相比 这个阵容至少实力上是略微有一些提升的 反正今年夏季赛是全白收官 再差也不会比这个成绩更差了 那么在新赛界大家觉得冠军会在哪几支队伍中间产生呢 我个人会比较看好 涛博 京东和WBG三个队伍 也欢迎大家尽情毒奶 把自己的想法打在弹幕和评论中间 最后我们稍微关注一下LCK 这段时间他们是在搞自己的第二届颁奖典礼 这也是个年度的颁奖典礼 不过LCK这边搞的和LPL还是有些不同 他们弄了一些很奇怪的奖项 比如Deft凭借一句 重要的是百折不屈的心 拿下了一个年度质赶奖 这句话出自Deft在今年小组赛第轮 输给了阿基之后的采访 但他的原话是 只要队伍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好好表现 那我们就能战胜对手 就算实力不如 不就此放弃很重要 只要我们自己不倒下 那就能战胜对手 所以这句话也是经过了翻译的美化的 而随着DX的夺冠 他的这句话在韩国是成为了流行语 今年世界杯韩国队晋级16强之后 也曾挂出过这句话 阿娜今年就拿了一个更搞笑的奖 叫成为光头奖 这是出自LCK官方自己的剪辑 他们在发布LCK每周比赛的一些精彩激进的时候 一旦激进中有人使用盲森打出高光时刻的话 封面就会批一个选手光头的样子 而阿娜就是因为盲森打的比较好 所以他的封面图就非常的多 除此之外 顾曼UC拿下了Golden King奖 因为他的经济是最好的 如而因为一整年的出色表现 拿下了OP点击界最佳分数奖 菲克尔凭借自己下季赛和DK交锋中 加了一朝五的场面 拿下了最佳开团奖 阿娜因为对资源的掌控 拿下了抢地图资源次数最多奖 Kira拿下了助攻王奖 而Chelvey自然就拿下了一个最佳KDA奖 这些都是一些比较特别的 LCK中马的奖项也还是各个位置的年度最佳 其中上单给到了宙斯 打野位为Honor 中单为Zika 下楼是Ruler和Kira 年度最佳教练 给到了间济的老队长Score 其中最重要的奖项 年度最佳选手是被Zika拿下了 这个奖在韩网也是引发了一些争议 因为是LCK的年度最佳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你联赛也需要考虑啊 这样看的话 春季赛冠军T1 夏季赛冠军监技 他们在世界赛成绩也还不错 应该从这两个队伍中间选 这个问题其实LPL也是一样 S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他只打一个月 那么联赛的价值要如何体现呢 这个矛盾如果不解决 那么每次到了年度半年的时候 肯定还会遇到这种问题 LCK新赛季的时间一般会比LPL早几天 所以也没有太多时间给LCK的队伍们准备了 而LEC和LCS都是已经确定新赛季的开赛时间 LEC将于1月22号开打 节目战将会是G2和XL 但当天的最后一场比赛 才是最受关注的 由Fnitic对阵VIT Rickless本赛季重回LEC 这会是他的第一场比赛 而VIT这边 打野波在经历了去年的竞赛之后 将会首次重回赛场 LCS的新赛季则会在1月27号开始 进步战为C9对阵100搭档 B23和WLift也将会在这场比赛中重新搭档 所以明年的比赛真的会非常的好看 那些曾经熟悉的名字再次出现 他们的表现到底会怎么样呢 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新赛季见